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舅父 就真的没有余地了吗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呢 安心做一个母仪天下的皇后 不好吗 好 走 封印封印封印找到了 康将军 封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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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本就没丢 印与名分一样 都是虚妄之物 可那虚妄之物背后的权力 是真实的 雅兴就算当晚没死 第二天 他也会主动卸身 被金无尾抓住 将盗印之事 河畔夺住 从而 将康将军 和长孙太尉勾结一事 揭露住 明白了 雅兴死后 您有命康之意 让四名甲川之意 杀死陈株梁的羽灵军 再残首自荐 然后 再烧了残首 故意做出天前之相 好让长孙太尉加以利用 演出了后来 溢出出煽动民意的戏法 自决了分枉 况好 十几条人命 前夫后继的去死 值得 值得与否 你我说了都不算 要问天下百姓 皇后 武力天下 我说了 长孙青 和他背后的那群朝鲁 沆瀣一气 腐朽不堪 他们 不是我的敌人 而是我大唐的敌人 你 我说了 没什么 这一集 哈 那么 这个 这一集 没什么 我说了 我说了